欢迎大家来到水灵灵频道 下面请看今天的节目 中国这几年来发展速度很快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很多城市的房间出现了景坤市的上涨 这样带来的后果是有些城市的房子越来越强确 几乎到了一房难求的地步 房价也是越来越高 但是还有另一个后果 就是中国出现了很多的鬼城 今天这节目我们就来盘检一下中国著名的鬼城 第一 俄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 康巴什新区曾经是中国最大的鬼城 它是俄尔多斯市政府赤字60亿打造的新城区 2004年以来随着煤价上涨 有着全国六分之一煤炭除量的俄尔多斯一夜暴富 突然涌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陶金客 为承载更多的人口 俄尔多斯市开辟了一个承载俄尔多斯梦的八十新区 煤炭 房地产 炒房 这个地方的房价甚至曾标到2万元一平方 直比一线城市 物价也跟着水涨传告 尽管建设项目发展的火热 人气就没跟上 2012年英国BBC发表一篇题为 俄尔多斯中国最大的鬼城 进一步增强了外界对于康巴什的猜测 很多国人觉得这里成了现代版的丰都 自那以后 康巴什鬼城的称号在国内外广泛流传 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现状确实持续了几年时间 一属都拔地而起的楼房 空空无一人 尤其是夜晚那灵性的灯光 更让人觉得恐怖 但近几年来 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鬼城已不复存在 为拉动人气 俄尔多斯市政府率先入住 后来学校企业等陆续迁入 这座372平方公里的新城 已经由近十万人口入住 外美口中的鬼城 移成昨天 相信康巴什很快就会有更大发展 如今 这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 以城市景光为载体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全国第一个环境一属 事凡是点城市 第二 天津市的京津新城 有着亚洲最大别墅区称号的京津新城 建设的非常豪华 房地产商为了建设这里 花费了巨大的资金 耗费了八年时间 累计投入二百亿元 建起了三千多栋别墅 经济新城 总规划面积为2.5万亩 相当于33个天安美广场 5个一和园 按规划 此处将半生8千座别墅 设计亚洲最大别墅区 该计划 源于天津保地区政府 2001年提出的招商引资政策 规划50平方公里 计划入住30万人 此地处于天津北京唐山交汇处 距离北京市90公里 天津市43公里 唐山市75公里 2002年 和声创展集团 请进京津新城 成为税子的耕耘值 2004年 和声创展 号称投资120亿 建成了一大批高档别墅群 却因入住率不足于城 人烟稀少 而获鬼城之民 多年过去 京津新城现状如何 是否鬼城依旧 在开发商言里 京津新城 已经与鬼城说再见 因为2016年楼市火爆 房子已经卖光 基本处于无房可卖的境地了 但是这里却因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 离城市中心交远 导致这里的生活 十分不便利 很多人可以负担这里的房价 却仍不愿意来这里居住 第三 危害乳山的银滩海景房 乳山银滩 自2006年起 多家房企迅住乳山 对银滩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建设 2010年以前 整个银滩机器风鸣 人来人往 购房者络移不绝 短短千万年时间 共建设200多个角区 能容纳15万人居住 全国各地售卖银滩海景房的 几百家重建 在几十个大中城市宣传销售 银滩的海景房卖得很好 自2013年以来 银滩海景房的开发销售 处于低迷状态 很多开发商离开银滩 购房者也在观望 开发和销售都进入了漫长的寒冬季地 乳山银滩的周边环境很不错 但开发商只顾一个劲的盖房 忽略了周边的基础配套设施 甚至连最基本的交通都规不上 再加上濒临黄海 湿度相对较大 导致这个楼盘空置率很高 入住率极低 这个至少能容纳50万人的星期 现在几乎就是一座空城 海景房 这个被拼凡炒作的概念 如今成了房价飙升最快 泡沫最为严重的区域 很多人都被护佣买过 想卖又卖不掉 目前的银滩 购房者基本都是来自外地度假 投资性质 来自全国各地的购房者 基本上都是以每年夏季过来 小住一段时间为主 每年的四月份人开始多起来 国庆之后 人群开始回流各自的城市 夏天 这里像一个繁荣的小城 冬天又恢复了一贯的年轻 第四 北海的北海银滩别墅群 北海银滩是最近几年 火爆起来的一个绝美海滩 因为其滩贫 沙溪水性浪软等特点而出名 也被称为天下第一滩 就在北海银滩附近 有一处有200多栋 大规模烂尾楼组成的别墅群 吸引了很多游客的墓窝 这里的建筑全部以欧式风格设计建造 如同美丽的城堡 以北海银滩像映衬 显得非常美妙 但是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别墅群 作用1000海景 却荒废28年沦为鬼城 据了解 这个别墅群建造于1992年 总面积达1334亩 建筑面积有45万平方米 当时是整个中国最大的豪华别墅群 但是刚过了一年 到1993年的时候 由于经济发展萧条 这个别墅群便停止了建设 而且成为了豪华烂尾楼别墅区 这些别墅前置至今已有28年 如今很多人来这里 都觉得它更像一个鬼城 第五 玉梅 玉梅位于甘肃城的西北部 和其走廊西部 东连嘉域关市和金塔县 西街挂州县 南北与苏北蒙古族自治县为林 是一座悠久全市代管的县级市 这一座历史文化十分悠久的城市 玉梅是曾经是一个石油资源极为丰富的地方 清朝同志年间 人们在玉梅这里发现了丰富的石油资源 二十世纪初期 开始有人联合集资开采玉梅的油田 当时的产量就能达到五十多吨 新中国成立后 在玉梅建立五国第一所石油基地 也就是玉梅油田 信任了无数古人来到了玉梅 1955年国家在玉梅油田所在地设立了玉梅市 玉梅油田和玉梅市进入发展的顶正时期 城镇化水平 经济总量 居民销售水平等各方面都具于甘肃城前例 1959年 玉梅油田原油产量达到了140.62万吨 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51% 撑起了新中国石油公寓的半壁降山 奈何好久不常有 经过三十多年的开采 玉梅的石油走向了衰竭 据了解 玉梅的石油资源从一开始的年长百万吨 变成了年仅四十吨 2006年 玉梅油田的资源已经完全苦竭 2069年 玉梅市政府搬到了新建的玉梅新城区 9万多人随政府搬走 老玉梅从最鼎盛时期的13万人口 降到了只有2万多人 随着人民陆续的搬立 房子价格也大幅度下跌 玉梅已经成为了一座鬼城 第六 重庆丰独鬼城 丰独鬼城 古为八字别都 东汉河地永年二年直线 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 位于重庆市下游 丰独县的长江北岸 是长江游轮旅客的一个观光圣地 丰独鬼城 又称幽都 鬼谷京都 中国神区之乡 鬼城 以各种阴曹地府的建筑和造型著名 鬼城内 有亨哈瓷 天子殿 奈何铁 黄泉路 望湘潭 耀王殿 等多座表现阴间的建筑 国家首批 德埃基旅游区 丰独鬼城 是一座起源于汉代的历史文化名城 被人为传为鬼谷京都 林草地府 成为人类亡灵的归宿之地 它不仅是传说中的鬼城 还是其如道 佛 为一体的民间文化艺术宝库 是长江红金旅游线上 最著名的人为景观之一 至于重庆市丰独县 为什么被称为鬼城 是来源于一个传说 传说汉朝时期 有两个人 分别叫殷长生和王芳平 此二人用现代的话说 叫看破红尘 于是开始在丰独县的名山上 潜心修炼 后来都修成了正国 成了新 后来人民口鼓向传 将阴王二位 面面俄传为阴王 而阴王就是阴间之王 也就是阎罗王 在经过一个个不同的朝代 丰东名山 歌种和鬼神有关的雕像 等事物就越来越多 鬼文化的氛围就越来越浓 以至于后来就有了鬼城的称呼 结果到了明朝时期 封都最终改成了封都 新中国成立后 破除迷信 又将封都 改为了封都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下次再见